那我们在上一个单元呢 已经有稍微用一个范例来 讲那个BJT的小讯号分析 那现在呢我们 想再继续再用一个例子 来再讲解一下那个BJT 这个放大器他的小讯号分析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包含了 一些电容 那我们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东西 好 我们这个范例呢就是这里 我们说这里有包含了一些电容 那 这个讯号呢 从 这个corrector端进来 emitter端进来 然后呢 corrector端这样出去 那这个是一个PMP 这个电流往内流嘛 所以它是一个PMP的 transistor 好 那这个 放大器呢这个BJT本身的β是100 然后我们要求 这个VO除以VI 就是想知道说 那个讯号那个交流讯号被放大了多少倍 好那我们先解释一下 这两个电容呢到底是什么 这两个电容呢我们把称之为偶合电容 那我们知道说电容呢它会阻绝 交流成分 直流成分 对不起 它会阻绝直流成分 也就是说像VI如果它里面不是纯粹的交流 它的平均不是零 它有一个直流准位 那么透过这个电容它可以避免直流 的这个准位进到这个 整个这个 放大电路这边来 然后呢 在输出的时候呢如果这边包含了一些 自由准位的成分 它也不把自由准位把它输出去 它就只会让交流的部分通过 所以我们把这个电容称之为偶合电容 它的功能就是阻绝讯号的直流成分 好 那对这个题目的话 一样我们就是 第一个步骤一定是先做直流分析 不能先做交流 一定做直流分析 那做直流分析的话呢 我们就让所有的交流电源为零 然后 而且呢 因为 什么 电容的话 它可以阻止所有的直流 电吗 对不对 所以在做直流分析的时候 电容呢 它被视为断路 它的主抗是无穷大 我们再回顾一下 电容的 主抗是什么 我们在这边呢 稍微简单的回忆一下 电容的主抗呢 我们要称之为zc 它是 S7分之1 这个S是laboral transform 的那个operator 那 我们如果做成频率的话 就是j Omega 7分之1 Omega是这个讯号的频率 那如果是直流的话 Omega等于0 当Omega等于0的时候 各位可以发现 这个zc就是无穷大 Omega等于0 再分母嘛 所以 主抗无穷大的意思就是断路 好所以 宣浪这个电 交流电源 vi 等于0 等于0就是短路 然后接下来呢 电容断路 所以这 这边都是断路 这断了 所以最后的 电路呢 就会长成 这个样子 这边 没有 讯号 这边也一样 那 这里一样 这是10伏 然后这是10k 那 PMP如果假设它是在active的话 那 这个emitter到bass这边 它的电压就是0.7 刚好跟 这个npm电到 那bass是0嘛 所以emitter就是0.7 所以这里就是0.7 那0.7的话呢 IE就是10 减掉0.7除以10k 所以这个IE呢 就是10-0.7除以10k 就得到0.93ma 好 那IC呢 IC是什么 IC是不是alpha的IE 这个alpha是 beta加1分子beta 这把记起来 IC会比 IE来的小 所以 你把100带进去 然后 就是等于0.99 去乘以 0.93m 你就会得到IC是0.92ma 那 这一点的电压是什么呢 就是看 这个 这边的压降 这边的压降是 -0.92 乘以 m乘以5k 然后去加上 -11 加上这个参考电位 那算出来的话呢 是-5.4v -5.4v 那 这两端的电压就是6.1v 确实它就是在active C跟1 它两端的压降是6.1v 所以它是在active 那只有偏压都出来了 所以呢 当直流的这个分析做完之后 我们就进到这个 交流分析 那在交流分析的话就设所有的直流电源为0 那只有电源呢 有哪些 是不是这一个 V正跟V负这里 OK 所以 这两个 对不起这里忘记了这里呢 应该也要 把它接地 这改一下 这里呢 一样电压等于0 所以它也要接地 OK 然后呢 接下来 电容短路嘛 对不对 交流电的时候我们把电容的主抗式微很小 很小就是短路 所以把电容改成短路 变成短路 那 就会得到 这样的一个 电路 那我们 在做这个 把这个电路做完之后呢 把这个BJT呢用T模型 那在这个范例的话用T模型会比较好 T模型的话就是一个RE跟一个alpha的IE 这PMP的这个 T模型 然后我们看一下Emit端 在Emit端嘛 Emit端接了一个RE 然后接地 然后Emit端接到VI Emit端接到VI 然后接地 那Base端接地 Correct端接一个RC接地 这里接地 这里我们刚刚忘记 我的投影片忘记把它接地了 你就得到这个电路 OK 好 那得到这个电路之后你就根据这个电路呢 来进行 小薰号的参数 计算 那 RE的话 就看一下我们那个第7还是第8个单元 我们有讲RE怎么算 RE就是 它是一个电阻嘛 就是用VT去除以RE 然后是25mV 除以0.93mA 得到的是 27.2 欧姆 然后这边的这个alpha呢 固定就是 β加1分之β 所以它是0.99 这是 它的小薰号模型的参数 好 算完小薰号模型的参数之后 我们就来算 VO 跟VI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VO呢 事实上 就是 IC嘛 我们看一下 VO 因为它是往这边电流往这边所以呢 这个是IC的电流 所以VO是 等于 负的IC乘以RC 那这个IC呢 就是α的IE IC就是αIE 所以是负的αIE 那又等于负的α 然后呢 这边 IE怎么算 IE 各位看一下这两端的 电压 刚好是VI 因为 VI就是E对D嘛 然后 然后 这个 B是 因为B是接地嘛 所以这是E 然后对D 所以这是VI 这两端是VI 那 VI 往这边电流应该往这边嘛 可是刚好我们定义的IE是方向相反 方向相反 所以呢 就是多一个负的VI除以RE 然后再乘以RC 那这个负号负号 负负得证 所以得到α RE 然后分之Rc 乘以VI 那把所有的 这个 我们刚算的α是0.99 RC的话呢 这个 这个是5K 然后RE刚刚算出来是27.2 所以带进来的话呢 得到的放大倍率是182倍 所以这个放大器它的放大倍率是非常高的 是非常高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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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